仔细的瞄准在挥球的同时也要控制力道 否则球就容易出界 这像室内吹球不比室外可以大力的挥球 可以说是缩小板 但是在打法与规则都一样 唯独力道要控制得很好 因此对长辈而言手脚的配合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很容易不小心就打出场外 吹球它是混合两种是高扶球的技巧 还有撞球 撕球 那个切球的角度 对手脚方面都有训练到 脑部也有训练到 所以相对的这个很好一个运动 外面球场很大的发挥空间可以大力 但是室内的球场就是以老人家来讲 手脚要配合度还是有一些困难 所以对他们还是有一些挑战性 长辈们则表示 社区举办类似的活动让身体及脑力都有帮助 另外还有配合度也能够提升 主要是分组的比赛 所以要如何让自己的队伍赢球 就必须讲究互相的配合 先议员唐晓芬表示 捶球是融合高尔夫球和撞球的团体运动 老少嫌疑且不激烈 不但动脑动手还要动身体 期许也能够借此活动 让高龄长者活到好 动到老 培养共同兴趣与结交同好伙伴 那除了让他们的能够激发他们的一个脑力的激荡之外 还有他们的手啊脚啊必须做一个协调 力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控制性 所以在这里再次非常感谢我们林老师的指导 也希望说这一个活动能够未来能够在我们各个社区能够来做一个推广 这项老人的室内吹球让长辈们学习相互资源互助合作的精神 另外对手部力量的运用与控制也有帮助 同时也必须用脑思考如何击球才能够发挥团队的精神 虽然不是真正的比赛 但一样可以让长辈得到打球的乐趣 记者红一轮草屯正采访报道